应该说玄泉汉茧的出土 以及它的相关研究 为我们解开了丝绸之路的千古谜团 确实如此 今天我们非常熟悉丝绸之路这个说法 但是实际上这个说法是近代以来才有的 关于中原和西域交流的记载 比较早的像《实际中》记载到的 秦代的大商人胡志罗了 他就是在古丝绸之路上 做丝绸马匹生意 然后就是汉代的张迁出使西域 这些都说明这条从长安通往西域的中西交流之路 其实是一直存在的 问题是有路有商旅往来 就肯定得有驿站 没错 但是大漠中一直没有找到 有关驿站的考古发现 也就是说这条路是怎么走的 口说无疲 直到玄泉志遗址的发现 让丝绸之路的这个样貌 鲜活生动起来 对 玄泉志里头出了一枚礼成简 记载了从威到敦煌 沿途经过的志和赤字间的路程 那么居然汉简里头 同样也出了一枚礼成简 记载了从长安到张业沿途经过的志和赤字间的路程 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看了 它可以互相补充 让我们完整地了解从敦煌向西的行驶路线 这个在玄泉汉简里头记载很多 这个路线就证明了 丝绸之路是真实存在的 这个为2014年 中国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坦三国丝绸之路生意 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支撑 三国的合作也成功地让丝绸之路 列入了世界遗产名路